好了孩子们 那么接下来呢 就到了我们的例题时间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认识复述 给大家准备了哪些小例题 首先看最简单的一个 请朋友们观察一下 你能够看图说出来 朱姆朗姆峰和扑鲁潘盆地比海平面高或者是低 做上了米吗 我们来观察一下 他这还给我了一个红色的虚线 对吧 这个红色的虚线代表的是什么 就是海平面 然后呢 你会发现 朱姆朗姆峰是跟海平面相比是 多了8844.4米 对吧 而扑鲁潘盆地呢 这个盆地就像一个盆一样 是不是凹进去了 它比它矮了155米 那高低是不是出来了 那咱们可以写了 第一个 山峰 高8844.4 1.4米 我们可以表示成 往上走的用正数表示 第二个 第二个盆地是矮 或者人家说的是低 155米 那我们可以表示成 相反的高是用加号表示呢 第一是我们就用减号表示 或者叫做负数表示 好 这是第一个 非常简单的一个相反的含义 那么咱们看 巩固小题目 来看这里 用正数或负数表示下面的海拔高度 看这个 海拔就是跟海平面相比较 是高还是低 中国最大的咸水湖 青海湖 高于海平面 3260米 怎么表示 这个直接表示成 高于 好 这是这个 那么下一个 世界上最低 最咸的湖 死海 低于海平面 422米 那低的话 咱们就用 减422米 表示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你别着急 别着急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那如果我现在请同学们来求一求 这两个水面的 高度差是多少 你能算出来吗 突然想不出来啊 咱们可以这样想 海平面如果为零的话 一个是比少海平面高 一个海 它的那个水面 是大概在这个位置 从这到这 是不是 3260米 另外一个是比这个海平面低 低低低低 到这 423米 所以这两个平面的这个 差值 它俩之间的高度差 事实上应该怎么算 哎 应该是 3260 加上 423 应该等于 3683米 对吧 注意这一点啊 好 哎 你发现 咱们顺便是吧 用图形表示了一下 嗯 好了 这个就不多说了啊 比较简单 咱们继续啊 看下一个 摄像机上 上升8米 记住 加8米呢 下降5米 记住 减5米 某粮库运进 20吨粮食 记住 加20 运出15吨 运进运出 又是相反的含义啊 那就是 减15 对吧 运出100吨呢 就记住 减100 学校举行科学知识竞赛 抢答题的评分规则是 答对一题得100分 加100 答错一题扣10分 记住啊 得100 加100 扣10分 那就是减10分 对吧 好简单啊 正数复数 有点像回到了童年的时代 好继续啊 咱们来看 下一个 这个更简单了 先读一读 再把下面的个数填入 合适的圈内 我考你一个呗 比如说这个怎么读啊 注意啊 这个它已经写出来了 是吧 所以你应该读到正26 那这个怎么读啊 这个应该读到负 负40 对吧 好 那么 把这些数经分类 这个简单吧 太简单了 正数有 8 正103 正26 负数有啊 负5 负120 负40 对吧 你要注意啊 0既不是正数 也不是负数 好吧 这就是我们的人为定义 好了 这是咱们的巩固题 我们就先说到这 我负数 啊